来看关心在中秋节前夕 这一回呢黑心油风暴 北中南的糕饼名店 通通都中枪了 像是在接龙非常有名的 李虎饼店在今天下午就挤了 满满的人潮都上来退货的 虽然店家说有使用猪油的是 绿豆酥饼 但是消费者早就已经没了信心 要求要退凤尼酥等等产品 而这一里糊饼店呢也同意 所有的货都能够退 而另外再看到鹿岗还有高雄的名店 这一回呢也有产品使用到了 黑心油 接龙里糊店门口挤满客人 却都是来退货的 逛饼酥 逛饼酥没有问题啊 可是我想要退货 我觉得不安心 我要退货 有八票 逛饼酥是没问题的 你也要退货 没关系 就退了 那你这样不是很可惜吗 排队买那么久 因为客人那个送人的不好意思啊 买了想退货 还是没买更是摇摇头走人 我另外有排队就不上了 本来要买的了 本来现在不买啊 对了 李胡一向声音好 但如今却是店员比客人多 看看店内一片粉红色的制服 一整圈几乎15人 只是客人却只有5个人 生意大受影响 根据基隆卫生局统计 李胡从2001年起 就登记使用全筒枪猪油 光是当年就用掉了812桶 都是用在绿豆沙饼 老板也喊冤 10天前就已经换油了 虽然老板已经强调已经换油 但卫生局还是下令 将绿豆沙饼下加销毁 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 李胡都得退收退费 人气高笔店中招的还有 陆港的十两路 这是预政灾老板的二哥开的 卫生局也赶来店内 将剩下的15桶索水油茶 老板说3月份订购了45桶 用掉30桶 制制订婚用的大饼和绿豆泵 因为是客制化的订购 一般消费者没有吃到 大概约用掉30桶 因为现在现场只剩14桶多嘛 出问题的还有高雄的无忌饼店 餐有黑心猪油的旧式太阳饼 但业者打开冷冻库说 很多的太阳饼都还在冷冻库当中 店内的已经全部下架 它这个有我们测试用的 部分太阳饼有用到啦 接着说订购的70桶 因为发泄油太香了 而且香得很奇怪 所以剩下十几桶都没有使用 而北中南都有高饼店中招 只能说黑心油业者 开人不浅 随不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